6月5号在舞台中中兴大学的会生堂举行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唱会 那这些歌手都是谁邀请的呢 我想我们今天 即使大家的时间直接进总监 那么在这尤其他演唱歌手生涯当中 这十多年来 他已经投身公益活动相当久的时间 他已经担任脑麻协会 带有十多年的公益大使 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位歌手会在这边出现 也真的要非常谢谢他 所以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来的掌声欢迎我们这次青春不打牙 民歌经典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也是大家永远的情歌王子 民歌王子 让我们来的掌声欢迎王瑞宇 都特别不一样 瑞宇哥好 先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演唱会 我想今天所有的媒体进展 已经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场演唱会 然后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来先教点瑞宇哥 OK 其实谢谢佩晨 谢谢现场所有的媒体新闻小姐 都会有空来 其实今天是非常开心的 能够来参加这一场 又有爱心又公益的民歌演唱会 民歌50其实对我们每一位歌手来讲 其实都很期待 可是也都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都认为说民歌50到以后就不会再继续往下办的 其实事实上我们有这么多喜欢唱歌的好的歌手 优质的歌手 所以我觉得我们演唱会会一直办下去 我们歌曲会一直唱下去 刚刚讲到音乐总监不敢当 因为音乐总监这个名号应该是属于每一位歌手的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参与很多好的意见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润语歌 我想因为润语歌已经长期投身 公益活动非常久 所以有很多的公益的演唱会 我们都是跟着润语歌走的 尤其刚刚润语歌提到 明年2025年就是民歌50年了 所以呢我想对每一位身为台湾的民歌手 大家都知道民歌手这个名词啊 已经空前绝后了 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从这个金银奖民谣工到大学城时期 在所谓的民歌手 所以呢很高兴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下半年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场售票演唱会 对不对 那是不是售票也是有 这个公益也是要帮助很多的 当然了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因为要帮助台湾的弱势团体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一场的演唱会 所以我很谢谢我们主办单位 他们又这么有爱心 而且他们也是长期在做爱心公益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参加这个演唱会 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荣幸的事情 所以有一句话嘛 就是以前取之于社会 现在又之于社会 对不对 那这次润语歌在邀请歌手上 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方向 或是有的人说学过学过 结果都没学到的这样子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 那我就想说 常常我们经常在一块配合的 而且又喜欢唱音歌的 又喜欢音乐唱歌的歌手 而且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这一次我邀请的歌手 其实凭良心说也是主办单位希望的 他们就是一直希望的 让每个感觉味道都不太一样 然后也集结了 我刚刚讲的金银奖明天风大学成 大家一起了 哇都有都有 太好了 好 那剩了这么多我想 今天我们总共有 将近九位十位的歌手 有男生组女生组 既然瑞瑞都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 把其他的几位男生 这个歌手们一起请到 交给你 好 那我们也掌声欢迎 首先 民歌歌手 你觉得当有按照身高牌吗 好 你开玩笑 首先 德哥好 佩森好 各位 这个 我们现场的媒体 大家好 对 我想 明年是民歌五十年 然后德哥 我觉得在这个 当民歌手的期间 大家都 我听错了就是说 有一首歌你已经唱的 超过一万多遍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这个经历 然后你的感觉好不好 这首歌曲就是 因为我唱的太好了 所以你在 歌神嘛 我刚刚讲的民歌歌神 在餐厅里面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点上这首歌 你从民歌西餐厅开始 对 从不会唱到变成 那首歌曲已经变成 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的时候 哇 那总共唱了一万多遍 不简单的一万多遍 嗯 什么歌 给你呆呆 这个是谁给一个 这个男生 谁给女生的歌曲 是不是 呃是 是女孩子唱的 是女孩子 对我知道是女孩子唱的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写一个 有一个故事 嗯 就是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然后他发生这个爱情的故事 然后发生非常凄惨的分手 是 这首歌就诞生了 是 好像也没什么稀稀 很多歌曲都可以 哈哈 没问题 这事情真的很稀奇 真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为什么可以唱一万多遍 为什么 他冲流量 每天都让你开直播 我今天要看上三遍 你冲了三年多前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流量 我不知道 好 好的 谢谢泽哥 民歌 这个民歌五十了 希望这个民歌五十也能听到你演唱 好的 谢谢你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 尤其是我 是女生啊 这个民歌男生 怎么能够从以前摔到现在 我们的逻辑界 罗大哥 大家好 我都说他是我们这个民歌界最聪明的歌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的逻辑非常正确 叫逻辑正 优秀 对优秀 非常厉害的主持人 罗大哥 问他一个逻辑问题 什么问题 我看 主持人要问 一加一等于多少 好开个玩笑 因为大家真的太熟了 好 那他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你的近况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也 你知道已经演戏 然后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跟碧华姐的那个神话 那也是唱了民歌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他给你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你的近况 其实很很高兴说 一直有人愿意听我们演唱民歌 但我们年轻的时候 当然是很受欢迎 因为那时候是个风潮 到现在民歌五十年了 还有人愿意来听我们唱歌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跟感动 真是陪着我们大家一起成长 对 所以呢 那我知道 罗大哥最近还出了一首数位单曲 有没有顺便介绍一下好了 那首歌其实是 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的一个 算是 同事嘛 他非常有创作力 然后歌系 我觉得他歌词 歌曲都写得很好 所以他这次写一首歌叫 男人很美 为什么要用美来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歌 都是形容女生 有不清洁的歌 对 一般人男人很娘 那是你 不是吗 他这个歌基本上就是说 男人的辛苦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 特别把那个男人的辛苦 写在歌里面 然后说 男人其实也是很美 他有很柔软很温暖的那一块 没错 因为大部分男生是有苦 往心里面 对对对 传统社会给男生很多的责任 对对对对 实在不一样 所以他说 其实男人也很美 我引发我的想法 我在写一首女人很man 哈哈哈哈 可以做 谢谢罗大哥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三金歌王 我想三金啊 不得了 真的是现在歌台 也就这种空前绝后 唯一的一位 金鼎奖 金钟奖 金曲奖 可能大家不知道 还是想要听金鼎奖 是什么样的一个奖类啊 可以得到 那我们到现在 也不重要 因为他们现在不办 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人能够再得过 小洋哥 不会拉他一个奖 再过二十年就是贡献奖 哈哈哈 小洋哥的小妹不才啊 虽然这个歌台没什么太大成就 但是 我唱的一张儿童专辑啊 也得过金鼎奖的优良唱片奖 所以我也跟你 加上一点边的就这个Bear 厉害厉害 我跟你讲这其实金鼎奖很难的 是 因为每一个项目他只搬一个人 也没有入尾 他就是你得了就是得了 没有人跟你抢 没有人跟你抢 每年只有一个 一个 一个名字 很难 很难 突然讲到这个余有荣言 我讲这个小洋哥三金歌王 这个不是浪得虚名 那你唱的歌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明歌五十年以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或是你俩跟大家讲什么呢 呃 我觉得明歌就是一种我们成长的历程 所有的酸甜果辣都在里面 是 那比如说我跟德哥 跟瑞宇一样 我们都曾经在明歌餐厅里面唱过 可是我没有吸收那个养分 那我比较少碰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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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子小妹也有啊 我可以是在以前的牧船也唱 唱过一个礼拜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 比如说我第一阶金曲奖 我们在那个后台发现说 哎呦好多人入围的人 都是我们当时在明歌餐厅里面的伙伴 嗯 就是表示说其实这个东西是 培育我们流行音乐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 没错 我们都从这里面走出来 是 而且是一步一脚并非常扎实的 对 我们在里面练歌 我们在里面跟观众互动 然后培养了我们对音乐的情感 跟这种技巧 是 然后后来我们贡献在流行音乐里面 嗯嗯 所以这些东西这个养分 都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时候 就没有后来了我们 所以我觉得明歌 我个人觉得明歌是华人音乐事业当中 它具有它的独特性 文化性和历史性 然后大家 像我们这样四五六年级一生 都是透过明歌这样的美好的音乐记忆 大家在这个自己的音乐才华当中 都有不同的一个发挥 不管是目前啦 或是幕后 对不对 我觉得明歌50生是一个太棒了 太棒太棒的一个记忆了 我相信我们今年的这场演唱会呢 透过大家的歌声 一定可以带给现场观众更多 更多美好的这个明歌50前传的 对但是大家把握机会 50以后机会就不多了 哈哈哈哈 为什么 现在唱一首少一首 大家仔细想 对不对 还有三金可以 捏 捕长金 捕虚金 加菜金 哈哈哈哈 还有这个退休金 哈哈哈哈 同样 紧老金 哈哈哈哈 好 其实我觉得我常说一句话 虽然岁月不饶人 可是我们可以主动饶过岁月 我们通过唱明歌 大家有一颗年轻的心 把自己身体健康照顾好 可以陪着更多的观众 大家长长久久 一直唱下去 好不好 好 今天非常 现在我们这几位男神 都先告一段落 今天讲完女生讲 这次我们女生 连我总共也有五位 今天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本来这五位有一位 谭耶 因为今天脚有点受伤 所以他今天没办法出席 但是我们还是好好的来欢迎 接下来这一位呢 这一位也不得了 就拿到金曲奖第三届的冠军歌手 你知道第二名是谁吗 我每次都不讲 我觉得但怪不得 他都不知道我参加演唱会 第二名是施笑容施大哥 听说他从此以后失去了笑容 没有让开玩笑 这个 海王海玲 然后这一位呢 是曾淑琪 是全台湾歌声最抒情的歌手 不管是主持广播电视啦 或者是这个演戏啦 都是非常厉害 而且他的吉他弹得超棒的 还有一位呢 非常高兴这次能够跟他同台 他就跟我是同样时间出第一张专辑的 那之前他唱歌之后也跑去演戏 在演戏的表现相当好 很高兴听说他在今年开始有回归歌坛 所以呢今天可以来到现场 让我们热点掌声欢迎这三位 王海玲也欢曾淑琪 是好朋友哦 好那么话不多说 海玲第三届的精英奖冠军 然后到现在民歌五十了 你觉得这 当民歌手的这几十年当中 你最大的感觉是什么 你觉得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老崩吧 哈哈哈哈 唱民歌去表演的时候就是 你真的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在三个未婚的面前提 他是老公 你说我们三个人要去哪里 说实在啊 民歌五十哦 我在想说民歌五十的感言 人家不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吗 我觉得民歌五十才开始 我们一定要在吧 我们当年最喜爱的 曾经深深爱过的这些歌呢 一唱再唱 从五十岁开始 用在唱它去 是一直唱到没有声音而已 唱到我不能唱 或唱到外面 也不想听我唱回去 对 所以民歌五十没什么老不老 就是五十在开心上好 太好了 我觉得就说嘛 游泳一颗年轻的心 就像王海玲一样 你发现我们这次舞的歌手 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结婚耶 其他几个都没结婚耶 你看身材也知道啊 因为没有得冠军这样子 好 好 谢谢海玲 希望这次演出也可以带给大家非常棒的 就是让你听了之后 忘了我是谁 就是忘了 一定一定用力的把握 当年最棒的歌送给大家 好 那再来我们顺后就叶环 对不对 叶环 叶环这个跟民歌好像 大家会觉得不是画上等号 但是 应该这样讲 你今年开始回归歌坛 对不对 你告诉大家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 知徒 然后又回到歌坛 还有终于回来了 我要接刚刚王姐的话 她说 五十年绝对不是一个结束才开始 一定要是个开始 因为我才刚刚加入 耶 名歌五十才开始 五十才开始 是 其实演戏很久了 跟唱歌离得好远 那是因为 我觉得好像无意中度有些安排啊 当我的工作慢慢缓下来的时候 就刚好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 就问我说 你认识谁 我说我认识她啊 她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年轻的时候很好的朋友 结果她在我们这个 算是音乐界 她已经开一个叫做练团室 开了练团室 已经开了四五十年 没有 我们是从小很好的朋友 所以就建议了 建议没事就会到她那边练团室去 唱唱歌啊 然后就碰到施笑容 施大哥 对啊 所以笑容哥上次她找我去参加那个 我说你疯了吗 你胆子怎么那么大 我那么久没唱了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唱 怎么会 就从那样 又开始回来 你不知道你是全台湾歌声最有真心的歌手 对啊 有首歌叫做 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上 对不对 是 放我的真心 对啊 所以真的非常谢谢叶欢 有加入我们歌唱的行列 期待这次跟你再次的 第二个问题要不要回答 请说要回答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跟这么多的歌手 尤其我算是 那个时候流行歌曲 那个最辉煌时代的场目 我并没有衔接到明歌 没有上街明歌下街流行歌曲 但是我可以有这样的音乐聚会 跟后面这一群会唱歌的男士 跟这些会唱歌的女性在一起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大家开心 你知道吗 歌手当自己参加这个活动参加这么开心 你们演唱会一定要来现场 我相信绝对会有进展 因为我们的歌声 from our heart OK 谢谢叶欢 接下来呢 这位是孙淑琪 所以她永远还有很多台课 就是歌声真淑琪 我们欢迎我们的真淑琪 哈啰,哈啰,沛琪 嗨,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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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在10月5号 受到瑞宇歌的邀请 在中兴大学很久没有去 这所大学 其实在做唱片宣传的时候都会去 那特別是在今年下半年度 唯一的一場售票演唱會 在明年的民歌舞時之前 所以是意義非凡的 對,那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在小的時候 我在花蓮的時候 在菠蘿裡面 聽到這個賣菜醇 到菠蘿裡頭 然後那時候其實 接觸到的音樂有這個 東洋的歌曲 或者是年代的 像峰輝 安鳳傑 劉威遷 鄧麗君 等等 那後來聽到這個笑音音歌 我覺得很清新 然後因為那時候剛剛好 大哥也帶了吉他回來 所以我就開始發現 姐姐的歌本裡面的歌 然後聽到了歌 然後這些歌其實 笑音音樂對我的意義來講 就是它開啟了我 創作 喜歡歌唱的一個琴 所以從那個時候 其實一到現在 後來我出唱片1988年的開始 幾乎每張專輯都有創作 所以我覺得笑音音樂對我來講 它的這個分量是非常重 不管是在我的音樂聲音當中 或者在我的生活當中 因為即便是沒有演出的時候 其實我在瓦斯爐 我在煮東西的時候 那個空檔的洗衣器 在轉動的時候 反正會抱著幾乎 你有看一個很愛唱的歌手 在洗衣服的時候拿著吉他 然後又等嘛 反正你也是要等 在那邊練吉他的 就是真書琴 對那個世界就我想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碰到說 其實為什麼那麼多年 好像不太有變 其實有變啦 那其實我覺得特別是會唱歌 然後喜歡唱民歌的時候 像很多哥哥姐姐們 他們其實狀態都非常好 就是不是探取他們的步伐 然後學習他們的精神 真的很開心 明歌到明年是五十年了 我覺得很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笑音音樂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很珍貴的禮物 所以期望在每一次的這個 明歌演出 不管它的場合是大大小小 希望前來聽歌的這些老朋友 或者是喜歡笑音音樂的朋友 他們一起能夠同時的唱歌 也希望或者是五十年 希望能夠繼續的流傳下去 讓我們繼續唱下去 因為在每個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一首名歌 是的 也許過去一首 對 有很多首 真的 其實你還有一件事情 值得開心 在所有的歌手當中 你最年輕 你知道嗎 在這個年紀 能夠到一個場合 然後只當是勇氣的 你知道嗎 那種心情有 所以會像年輕人一樣 有那種小決心 好 非常謝謝三位女神 我想先不要動 好 好 我們再把我們剛才的四位單身 好 那請到台上來 我們歡迎我們的瑞宇哥 我們的小楊哥 德哥 還有羅大哥 一起到台前來 我想明歌手在一起啊 如果不唱一首歌 我覺得很對不起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在這邊一起做一首合唱 那是什麼歌曲 而且我們今天音樂總監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是大家都會的 都熟悉的 嗯 非常好聽的一首明歌曲 明歌曲 《外婆的澎湖灣》 這是全世界華人到走到哪裡 會唱的幾首歌 當中其中一首就是 《外婆的澎湖灣》 《外婆的澎湖》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